一个视频告诉你 收力发球的重要性 发球要学会制动 也叫做我们的收力 不管你打球也好 你戳球也好 你防守也好 或者你拉球也好 它都跟收力有关系 就是我们的力量不是全部释放的 它就像拳击一样 打完一板 打完一拳就要收回来的 不是打完一板 整个动作都打出去 这样子的力量 它是远塌塌的 它是没力量的 来 你们去看一下 我收力与不收力的区别 你看 这是不收力的 这不收力的时候 你发球是很难用到这种乒乓球的爆发力的 你看一下 我在发的时候我收力 你看 到这个位置我就停了 它的力量是能够走到球拍的 我们发长的好 你看 我怎么发它都不出界 想出界都很难 为什么 我发这个球的时候 我有一定的收力 就是整个力量它不是往前走的 不管你发勾手也好 你看 收住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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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力量收住是关键 我今天给大家去讲解一下 就是你要把这个球发的转一点点 或者发的好一点点 那么我们一个好的胶皮是必不可少的 很多球迷朋友去发球 他不会用胶皮 所以说要把球发的转 要把球拉的转 它一定是要有一个好的套胶 我们今天给大家去介绍了这款套胶的 大家都可以打透的 你们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 发球也发不转 拉球也拉不转 你看一下 你可以去试一下我们的这款套胶 来 送一瓶无机胶水膨胀油 送两个护膜 再送两个护鞭